Destination Commander 好,今天給大家帶來一局美能一小塊地 這一局小塊地你看一上來全部是小盟軍 一個蘇軍都沒有,這個還是比較少見的 全部隨機到小盟軍對吧 然後我看到旁邊的小紅 就是那個小紅開局打開基地比較慢 打開基地比較慢,這個小綠你看就受不了了 直接延伸到小紅家裡去偷他的油田 然後這個粉色,這個粉色一看小綠延伸到小紅家裡去 他就這樣明目張膽的拐過來,明目張膽的拐過來偷基地 這能偷得到嗎?小綠沒有地堡 哎呀,收起來了,哎呀,這個小綠差一點被摸走的基地 哎呀,你看老司機,直接用基地車壓死了漏人 這個感覺這個小綠這樣明目張膽的 他就差一點把他基地偷走了 那麼我們要不要招個漏人啊? 招個漏人呢,我來試下看 看看能不能偷到小綠的基地 然後粉色不甘心,又來了一個漏人 你看到沒有,他又來了一個漏人明目張膽 哎呀,這個小綠地堡還放到小紅家裡去基地摸走的呀 你收起來,我幫你咬死他的漏人 哎,沒咬到,沒咬到我就把你的油田張過來 這小綠直接收不了頭想 你這個小綠,自己家裡的油田老不讚 老惦記小紅家裡的,你看 直接被我們三個人偷一下,就直接沒了對吧 然後這個粉色呢,粉色開局偷小綠的基地沒偷到 被我的狗咬死了,他就記恨我了 你看到沒有,這個小粉 這個小粉記恨我了,就來了一個偷 來一個偷想偷什麼呢?想偷我基地收起來 偷基地怎麼偷得到?然後想偷我的油田 完了沒有狗 這個地堡居然沒有打死漏人 我們再反偷給他物歸原著 沒事啊,我們把這個油田偷回來啦 偷回來啦,我們再造一個漏人對吧 既然你要整我,你們看到了 是這個粉色先動的手對吧 他直接來偷我的基地 然後這個粉色呢,我一看 他只有一個牛,造了四個地堡 你看到沒有,他地堡造了很多,比較卡錢 我們呢,也非常卡錢,你看到沒有 這樣的話呢,我 哎呀,這個小紅,這個小紅 你看你造這麼多兵,你要整我嗎? 我們直接先把這個兵先壓掉一點 然後退回來 本來想退回來修一下 先不管這個小紅 小紅沒有重攻,一時半火起不來 我們先打這個粉色 這個粉色呢,造了這麼多地堡 非常卡錢,我也非常卡錢對吧 所以說當時呢,我感覺偷重攻不太好 偷重攻呢,不太好投 準備偷什麼呢?準備偷他的礦場 哎呀,你跟我對點,我坦哥比你多呀 而且我還有個維修車 然後坦哥直接衝進去吸收子彈 吸收子彈,防空車直接拐過去 把他礦場一偷 哎呀,偷礦場比偷重攻還要好 因為這個時候他比較卡錢 然後小紅又受不了了 直接這麼多兵拐到我家裡來打我重攻 趕快用坦哥壓,壓掉他的兵 然後你還想偷我打掉你的防空車 再壓死你的肉輪 這樣呢,粉色基本上起不來了 他都造這麼多地堡 而且呢,你被我偷的礦場 你要把重攻賣掉 不賣重攻的話,你礦場根本出不來 你看,他還出了個坦克 他還出了個坦克 你礦場能造得出來,我就不信了 就算他把重攻賣了都估計造不出來 還要等這個油田慢慢游 對吧,你衝過來我直接點死你的坦克 這樣粉色的就不用管他了 他礦場出不來 然後我們造個維修車繼續修坦克 你看粉色受不了了對吧 他沒錢造礦場 他要賣重攻 還得賣幾個地堡才能出礦場 就算礦場出來了 他要重新造個重攻也沒錢了對吧 然後我們直接過來再打小紅 我這個坦克有一個三星 但是我們有維修車 你有地堡沒用 我可以邊打邊修 看到沒有 邊打邊修可以無傷 無傷把他地堡幹掉 然後他想打我維修車 維修車先往後面縮下 結果打著打著的 你看這邊小黃又延伸過來的 這小黃不是在跟陳貓貓打得好好的 他又電線桿造到我家裡來了 我們不要過去打他 因為他沒有坦克 全部是電線桿 我去打他的滑巴雷對吧 我們先把小紅帶走 等一下呢 我們把基地拖到小紅家裡來 先避開那個電線桿了 然後造個空子波 補個電場先 這個小紅很頑強你看 就是個地堡也不投降 直接把他帶走 帶走了以後 你看這邊 電線桿又延伸過來的對吧 打我的基地 這個基地我想造個電場再拖動吧 先造個電場 把礦場賣掉一個 這個電場馬上出來了 擺一個電場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基地搬走了 這個小黃 你旁邊有一個陳貓貓 你不是跟他打得好好的 你為什麼要整我的 然後我們把基地拖到下面來啊 拖到下面來 在下面打開 然後呢 再開發一片礦區 這個時候我一看他們三個人呢 都沒有坦克 三個人都在出電線桿 你看這邊很過分對吧 電線桿又延伸過來了 既然你們這麼喜歡造電線桿呢 我就多補幾個牛 我現在有五個牛了 再造個礦場有六個牛 然後我再補兩個牛 看到沒有 我中共再出兩個牛 我直接八個牛 你們喜歡造電線桿 造飛行兵 我多出一點牛 等一下呢 我有了錢以後呢 我就造海軍 造高科艦 你看那個陳貓貓出了光臨坦克對吧 這個小黃你喜歡整我 人家光臨坦克都出來了 那個陳貓貓呢 在用光臨坦克打小黃 我們呢 就準備整這個藍色 讓他們兩個人互相打 我們準備整這個藍色 你看藍色 藍色造了很多電線桿 還有飛行兵 還有飛機對吧 你整我你看 人家三個光臨打你基地 然後我們直接衝過來 先不管上面 先把藍色 先把藍色帶走 藍色有很多飛行兵 我們造三個防空車 然後打掉電線桿 打掉電線桿 就打牛 不要讓他踩我的框 你飛機炸我沒事啊 你只有一個飛機對吧 你點我防空車 防空車往後面走 直接把你牛車打乾淨 然後你又出了個電線桿 又出了個電線桿 我繼續打掉你的電線桿 你又造了個高科技對吧 但是造了高科技 你沒什麼錢啊 結果這個小黃你看 這個小黃還在扔我 人家陳貓貓都打到你家裡來了 你還在扔我 把你飛機打下來 我有防空炮 你看 被他被他趕到我家裡來了 對吧 趕到我家裡來了 那怎麼行 你想踩我的框 我們直接衝過來 把你基地幹掉 你第一線桿都往這邊放 你看 直接打掉你的基地 打掉基地以後呢 就不用管他了 他什麼都造不了了 只能造美國大兵 直接受不了投降 打到這裡呢 就成一個三國局面 你看小藍出了幻影啊 上面出了光靈 但是沒有用 你們看看我有多少個牛 我有七八個牛吧 我好像有八個牛 然後這個黃色打字了 藍色你在幹什麼呢 對吧 紫色你不打 橙黃色你不打 他怎麼打我 他們沒坦克怎麼打我 全部是電線桿 然後那個小黃收不了 把線投降 所以說電線桿 沒什麼用啊 電線桿你在家裡防守的話 我只要造光靈坦克就行了 然後我們是美國 有這個免費閃兵 把這個閃兵直接派過來 吸收子彈 看到沒有 就吸收他電線桿的子彈 然後我們的坦克 直接衝進來 點掉幻影 點掉電線桿 你有三星飛行兵 把防空派過來 然後陳貓貓 一看我在打藍色 他要衝過來偷襲我 對吧 偷襲我我就掐住你的頭 你這個光靈坦克 沒有飛行坦克 就是過來送經驗的 你看到沒有 又給我送了個三星坦克 然後我們直接衝過來 打掉你的幻影坦克 你又採我的礦 我又打你的牛 你看你只有一片礦 你沒有牛採礦 你肯定是沒有錢的 然後先把你高科技打掉 防止你造船長出海軍 這樣藍色基本上飛了 然後這個陳貓貓 又開始來進攻了 你看到沒有 這個陳貓貓 帶了兩個幻影 兩個光靈 還有一個防空車 你看到沒有 跟那個電腦一樣對吧 電腦去進攻人家 就喜歡 雜牌軍 兩個幻影兩個光靈 但是沒有用 我們直接衝光靈坦克 我是小飛熊 所以說呢 打這個一隊尼 或者奮戰 小飛熊 跟犀牛坦克 才是王道啊 那個幻影跟那個光靈 要成群 要非常多非常多 才比較厲害 特別是打那個錢多多 就比較厲害 打這種資源有限的 還是飛熊坦克厲害 這個光靈坦克不要造多了 就造一兩個就行了對吧 用這個光靈坦克戳他 你看這個藍色 又戳了電線杆 我只要造兩個光靈 造兩個光靈就行了 造兩個光靈 遠程打擊 然後你不敢過來啊 你過來我有防空車對吧 你三星飛行兵 沒什麼用 坦克呢就在中間 守住那個陳貓貓 哎呦 剛說 剛說他電線杆沒用 你看就直接整死了我兩個光靈 沒用 反正我有錢對吧 我有八個牛 小塊地有八九個牛 你敢信 然後直接打他的框場 這輩子都沒打過這麼富裕的仗對吧 你看我還有一萬多 然後那邊已經造了很多光靈啊 我們坦克先往後面說一下 然後他飛機想炸我的光靈 我有防空直接打你下來 然後這邊要衝過來的 你看到沒有 這邊要衝過來的 我們趕快把閃兵吊上來 這個光靈有點多 沒用 一旦被我禁聲了 你看到沒有 這光靈一定要成群 一定要是我的飛熊坦克的一倍才有用 你看他站在那裡不動 一旦被我禁聲 你看 坦克死亡了 我的坦克都沒十幾個 所以說光靈坦克呢 就造一兩個就行了 不要造多了 又不是打錢多多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你看這個錢 越發越多 這個現實中的錢 要這麼金發就好了 剛才一萬多 現在一萬四了 然後我們繼續造光靈對吧 也可以造海軍了 等一下我們出個船場 造海軍 你炸我我躲彈 哎呀沒躲掉沒關係啊 這個陳貓貓家 那個那個防守啊 不太好進攻 還是一個一個來 先逐個擊破 先把這個小男帶走 小男喜歡造飛機對吧 我直接先造五個防空車 省得我造一個光靈 你炸一個 我直接造五個防空車 然後你光靈過來 你飛機炸 我躲彈 躲彈把你飛機打下來 兩個飛機沒了 你看他家裡還有兩個飛機 這麼有錢 然後這邊 這邊又來打我了 對吧 又來打我了 坦克先飛防 這光靈坦克進攻 有什麼用 沒有沒有飛熊坦克 寶負光靈坦克 就吹得跟個指紋一樣 就跟那個航空母艦一樣 你沒有海豚驅逐艦寶負 就吹得跟個指紋一樣 一下子 一近身就死的 然後我們造一個超級武器 先把你的飛機炸下來 然後這麼有錢呢 也花不出去 再造個礦場 最起碼有十個牛了 對吧 這麼有錢花不出去 我們就多造一點飛行兵 然後出個船場造海軍 我造光靈 他老是造飛機 這個飛機一個一個炸 自殺性的襲擊 一個一個的炸 炸得我很煩 我就乾脆造海軍 對吧 我直接造個海軍 等一下在他家門口 我出神盾 你看 我造一兩個光靈 他就自殺性的襲擊 你看飛機也掉下來 直接炸死我的光靈 對吧 然後這邊也衝過來 這邊衝過來 我們就用光靈搓他 然後坦克 直接壓死他的兵 然後我在這邊造個船場 這個船場呢 我直接放到他家門口來 放到他家門口來 我在他家門口造神盾 我看你飛機怎麼起飛 然後這個光靈坦克 直接先打防空炮 他又延伸那個電線杆 往後面走一下 把他電線杆打掉 然後再打電場 你過來 我有神盾 你飛行沒有飛機 喜歡照 直接咻咻咻 把他打下來 對吧 打下來以後 現在你沒有飛機了 沒有錢了 錢花光了 然後他就守不住了 我直接戳你的電場 把你打斷電 打斷電呢 他就沒了 然後就剩一個陳貓貓了 這個陳貓貓 這個陣型 你看這個陣型 我都特別想造個閃電 等一下一個閃電炸下去 非常解壓對吧 你還不投降 但是他感覺已經守不住了 你沒錢 你家裡就一片礦 一片礦 你再多牛也沒有用 然後我們等一下在門口 出一個航空母艦 出幾個航空母艦 然後再造一個閃電 等一下一個閃電炸下去 非常解壓 等我這個閃電出來 我現在造閃電 基本上也不卡錢 我這個牛車太多了 你們算一下 我有多少個牛 我也沒有算 我估計最少有十個牛的 你還不投降 更待何時 然後航空母艦一出來 先炸電場 感覺這個閃電風暴造出來也發射不了了 乾脆直接把他帶走 這樣他就守不住了 直接投降 好嗎